接下来我们要用光敏电阻去侦测环境光线的强弱 来判断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那如果是白天的话我们就让背景换成白天 如果是晚上的话我们就让舞台上的背景换成晚上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先来新增背景 在舞台这边你可以点选选个背景 然后我们来找个白天的背景 选这个school 再选一个晚上的背景 晚上这个night city 好完成舞台的设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转写程式了 先切换到猫咪这边 我们在一开始一样使用当绿齐背点击 然后再来要设定光敏电阻的输入 所以脚位 然后脚位A0的模式设定为输入 那下一步我们要使用重复线次积木 在这个地方我们又会使用到判断式去判断现在的状态是白天还是晚上 所以我们用如果那么否则 那条件的部分我们用运算是大于的部分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接收到的数值读取类比较为A0大于700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是白天的状态 我们加舞台 我们要加舞台背景换成早上school 那如果我是小于700 小于等于700的话呢 我们就是晚上的部分把它切换成night city 当然这个700的数值会因为每个人的装置跟环境而有所不同 也建议大家完成上一个专案之后 就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做调整哦 好 那除了更换背景之外 我们也可以让猫咪说出现在的状态 如果是白天的话 我们让它说出白天 如果是晚上的话 我们就让它说出晚上 好 完成了 那接下来进行测试 好 点击绿器执行 可以看到现在是白天 那如果我的手去遮住这个感测器的话 它就会变成晚上 白天 晚上 就会变成了 然后就会变成完了 谢谢 感谢观看